嗨大家好,我是喜欢小众的Koy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黑丝如何穿出高级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黑丝已经变成了情趣和职业的代名词 其实在七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黑丝是一种优雅的象征 很多职业的白领女性穿着黑丝 她们的搭配,她们的穿着 她们的整体的气质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优雅大气的 那今天我就分享三个让黑丝看起来优雅大气的心得 第一点,长 首先你穿黑丝的话,你就尽量穿长裙 穿长裙的话一般不会让人家联想到某些职业的感觉 而且穿长裙搭配黑丝也是比较优雅的 像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经典电影里面 女主角她虽然说穿着长裙 但是她里面还是有穿着黑丝 而且也是非常优雅 就像民国时期有一些民怨 她们也会穿着长裙里面搭配着袜子 黑色的袜子 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还蛮端端大气的 第二点,如果说你一定要穿短裙的话 那你记得上身不要穿的太漏 可以竟然穿一些高领的衣服 其实黑丝和一些皮质的外套啊 搭起来也不一定会说显得比较封城 可以看以前的电视剧里面这些明星 短裙搭配黑丝 短裤搭配黑丝 其实是很时尚的 第三点 穿不透露的黑丝 其实不透露的黑丝一般是有起到一些保暖的功效 不透露的黑丝并不会让人觉得很沉闷 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些条纹的元素 这样子看起来也会蛮时尚的 我个人是觉得不透露的黑丝 它是比较好搭的 比较百搭的 它搭任何的裤子裙子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搭配得当 都会显得优雅端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